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官山这个侧站 也就是在南化地区 这边的侧站的雨量 到达了187.5毫米的降雨 短短的半天 雨量就到了这么多的雨量 使得许多比较地湿低洼的地区 或者排水比较不良的地区 就造成了一些积水或淹水的状况 不过这个雨到了下午以后 都已经逐渐的停下来了 而从雨量图上 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在东半部地区就只有10毫米的降雨 北部地区也只有5到10毫米的雨量 北部的雨量并不多 到了中部地区这样在新竹 苗栗 跟台中这边的雨量 在沿海部分的部分 有大约在50毫米左右降雨 往南走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部地区 我这个把它用绿色的标尺 可以看到 这边山区的雨量多 在阿里山地区 还有包含了官山靠近山边的部分 海边的雨量的部分 有在80毫米的雨量 山区的雨量就在官山 还有阿里山地区来说有到160 所以整体来说山区的雨量明显 下游的吸水在今天的中午以后 都有一些暴涨的状况 提醒大家 这个没事晚上别到西边去 吸水有暴涨相对的比较危险 但雨的部分现在都已经停下来了 接着来看到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台东 因为封面在逐渐的难移的过程当中 西南风过了中央山脉 产生了下沉增温的影响 使得在台东的风温度状况来说 是比较偏高的状况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 封面难移了 北部的朋友就会发现到温度下降了 而在礼拜五的时候 才会有另外一道封面接近 周休假期是会下雨的天气 所以周休假期如果你要出游去 一定要背着雨去 因为下一道封面 是礼拜五的时候开始要接近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先来注意到 这条就是封面带 有没有看到封面带已经逐渐的 整个南移了 水气的发展 也在今天随着它逐渐的往南移动 而使得水气现在是在南海的位置 在巴士海峡的位置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台风 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注意整个移动的速度还蛮快的 它现在每小时的速度 已经达到31要转 36公里的速度在前进了 以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在明天的时候就很快的速度 就会整个在我们的远洋 往比较偏东北的方向再离去 因为最重要导引气流非常明显 导引流就是它了 太平洋高压所在的位置了 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当封面南移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北方的冷高压 它开始下来了 带进来了东北风了 北部的温度明显的转凉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还有在27 26度 现在已经降到了23度了 那我们接着从这张色调强化的云图当中 来看云层 先注意到 比较明显的对流在南海 再来呢 就在菲律宾旅宋岛西边的海面 而这个云带正在逐渐的 朝着一个比较偏西的方向走 那我们台湾上空 今天晚上只有一些零星的云层 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点点局部的短暂雨出现 北方的冷高压塌下来了 带下来凉的空气了 那台风系统呢 稳定的朝着一个偏东北的方向 正在离去 从这张浅示图上就可以注意到 未来速度会从31公里加速到36公里 到达了琉球群岛的东方海面 到达了38公里的速度 快速地朝着东北走 之后到了日本东方海面 会因为高纬度 海温低 相对地不利于它的发展 强度的部分会在持续地减弱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系统是没有影响的 那接着来看到地面图了 地面图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压 东移了 东北风下来了 接着明天会怎么样呢 当明天台风系统整个往北走之后呢 封面带开始逐渐往东 跟整个系统来说 就变成是封面拖着台风 加速往东北离去 之后呢 封面前半段就走掉了 所以呢 明天我们会受到 这个高压的影响 明天晚上的北部地区 21度喔 真的变凉了喔 所以呢 你早晚骑车要注意喔 礼拜三 但到礼拜四不一样了喔 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高压系统已经到达了日本的时候 我们的风向开始就要变成偏南风上来了 星期四 南风上来温度高 那水气呢 水气开始往北的方向移动 到达了这个长江流域区了 接着我们用几个时间点 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天气变化 第一个 先看礼拜四 礼拜四的时候您可以注意喔 水气在往北移动喔 这是礼拜四喔 我们吹着偏南风 温度状况偏高 会有零星的午后雷震雨 在周四的下午出现 高温32度 那接着呢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就封面云带开始要接近 礼拜五晚上封面前缘开始 云层就要逐渐进来 接着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些零星正雨 到了礼拜六 封面开始南移 星期天的时候 封面就已经南移 又到达了巴士海峡 所以最重要就在于说 礼拜六到礼拜天的时候 伴随着封面带的通过之下 相对的有局部的正雨 或雷雨的现象 三驱有误 所以这个周秋夏期安排 户外活动要注意喔 那接着看到卫星云图上 可以看到水系逐渐的离开 温度状况在中部以北 夜晚偏凉了 就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 晚上的温度 凉收时候 白天的温度状况 明天的随着阳光要开始出来 温度状况在白天舒适 中部地区的中午暖 但是山区部分容易有零星正雨 南部地区相对的在 这中午温度是属于比较闷热 零星的短暂雨 东半部地区 只有在花莲到台东 偶尔有些降雨 外岛地区倒是天气转情 在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雨的部分减少了 礼拜四五后震雨 礼拜五封面接近 六日两天雨多 到了礼拜一礼拜二 相对的又变少 外岛地区的话要注意物 小丁宁两件事情提醒 最重要雨去行车注意 农武在视线插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